以每次韓汪1500万即是港币97000元左右 飞去美国进行性交易 全非美国接客赚千万性感女歌手Gina移卷卖人风波 近年韩国娱乐圈女传性丑闻 近日又有韩媒踢爆 知名女偶像卷入卖人风波 性感女歌手Gina更加成为头号嫌疑犯 据韩国传媒报道 现年28岁韩龄29岁的女歌手A 上个月23日以证人身份被警方传召 调查一宗涉嫌卖人的案件 期间A坦承约收购卖人邀请 但已即时作出拒绝 而警方调查后 发现A的证供有可疑正式立案调查 首尔地方警察厅透露 A涉嫌在去年3月至5月期间 透过娱乐企划代表出身的设计师介绍 以每次韩汪1500万即是港币97000元左右 飞去美国进行性交易 有志A连月来总共提供3次服务 以获取约30万港元作为报酬 讲到这里 不少韩国网民都说 女歌手A就是刚刚跟公司解约的China 因为韩媒所知的A 刚刚又是在今个月1日宣布 跟经理人公司解约 有志其所属公司是因为卖淫案件曝光 所以即时在官网上删去A的资料 报道更副想经过特别处理的官网截图 矛头直指China经理人公司Koop Entertainment 另外知情人士越爆越多 透露A身材丰满形象性感 虽然近来没有新作品 但活跃于综艺节目 Gina自14年发行单曲后就处于休息阶段 最近只是忙于主持美妆节目Follow Me 6 而Gina和Coop Entertainment方面 至今未有就事件作出回应 FacePop YethoiJackHon HonRyuJoyKong OK HonRyuJoyKong FacePop XX 事件又更 entrada